大家猜猜如果一个广告 比如说律师的一个广告 我点一下 这个律师他要相当于 给Google付多少钱 你什么都不用做 点一下这个律师 就没了 哈喽大家好 欢迎回到Lindy的频道 今天我们来聊一聊 一会儿帮我在这加个特效 就是 OK 广告 有人就问了 广告有什么可讲的 对吧 我们每天都被各种广告洗脑 不就是那种什么电视剧 这个综艺中间插播那种 其实并没有那么简单 所以今天呢 我们来聊点干的 你知道吗 就一个人 一个正常的人 他每天就正常的上班下班 上学放学 他每天看到的广告数量 差不多是1000到1500个 所以我有时候就在想 当你看到一个广告的时候 你为什么会看到这个广告 它真的是一个巧合吗 人生可以有很多巧合 但你看到广告绝对不是 这都是那些 就是各种广告人 创意人 什么数据科学家 他们每天99600起 较劲了脑汁 才把这个广告 送到了你的面前 整个是一个非常庞大的 广告的产业 就比如说现在最大的广告 就是巨头吧 就是Google 去年的广告收入 有一万亿人民 合成人民币 一万亿啊 你想08年金融危机的时候 当时央行为了刺激经济 往这个经济体当中注入了 是4万亿 Google一年的广告收入 就1万亿 然后像Facebook 它每年差不多是5000亿 微信啊 百度啊 这些搜索引擎 和这种社交媒体 一年现在也都有七八百亿了 就是我有同事 不是我同事 我朋友啊 在Google Facebook 他们做广告 每天真的也是压力巨大 因为就承担着这个公司 这个业绩的压力嘛 就有一些人说 Google啊 这个生活很清闲 每天这个早上10点上班 晚上4点就下班了 但是广告真的不是这样的 每天真的压力都巨大 但是广告 他们到底都压力大 都在那干什么呢 对吧 因为我正好也在创业 然后最近在研究 广告这个事 所以今天呢 我们就来聊一聊广告 后面到底都是些什么花 说到广告吧 其实我个人感觉啊 最主要的 可以说两个分两步 打广告分两步 第一步呢 就是要找到 想打广告的 那个合适的人群 第二步呢 就是把这个广告的 想表达的 比如价值观啊 产品的理念啊 就是任何 whatever they want to tell you 然后就放到你面前来 所以这两步 第一步就找到你 第二步就给你洗脑 找到你 这就很关键了 如果说一个商家 他找不到 自己想打到的 那个广告的群体 那这个钱就打水漂着了 你想那么多钱啊 Google那就是 一万亿啊 对不对 所以说 这个找准你 这个事就很重要了 这些公司都是 怎么通过广告 找准你的呢 基本上啊 可以分这么两大类吧 一类呢 就是比较传统型的 传统型就是像 像纸媒 像官媒 这什么意思 纸媒 这都是行话 纸媒就是像报纸啊 期刊杂志啊 这些 当然这些现在 已经越来越少了 官媒呢 就比如说像什么 CCTV啊 新华社啊 还有就是那些 比较大的什么 芒果TV这种 比较大的平台 然后呢 另一类啊 我们在微信朋友圈 在百度搜索 在Google 在Facebook 在Instagram上 刷刷刷刷刷 看到的这种广告 就是这种叫做Digital Digital就是数字营销 就是Digital Marketing Digital Ads 主要分这么两大类 先说传统这边 想到最多的 就是我们平时 比如说在电视上 看这个综艺 看电视剧 比如说春晚 春晚就是最大的一个例子 今年春晚 快手是花了30亿人民币 赞助了这个春晚 然后主持人就 快手快手快手 就 美国这边最有名的 电视节目 就收入率最高的 叫Super Bowl 就是那个 橄榄球的那个决赛 那种的话 一般就是最有名的 就砸钱 要去在那打广告 30秒 30秒就要花 人民币是4000万 30秒 4000万 就是 4000万就没了 然后还有呢 就是那种综艺 我也挺好奇 你说这种综艺 一般都花 就赞助一个综艺 一般要花多少钱 特别特别有名的 综艺 它底下还都带分类的 比如说有这种 冠名赞助 就低等的赞助商 就是要 它要这个漏品牌 整个全都是冠名 然后要大力的 说广告语 不计年龄就要赢 就类似于这种的 你一下就记住了 像这种顶级的综艺 都有得大几亿 比如说什么 中国好声音 跑男 什么爸爸去拿创造营 这种级别的 不过今年这个 成风光浪姐姐 是个特例 凡蜜蜜就花了4000万 所以还是挺 挺神奇的 因为毕竟也是第一届 第二类呢 就相对来讲 能稍微便宜一点的 一般就是那种 所谓的合作伙伴 这种就是 一般你还是能听到 它的广告语的 就比如说 中国好舌头 花一分钟念20个广告 那种 天然草本音乐之旅 感谢联想智能手机 对本节目提供的 手机独家 那种一般就是 念出来的 一般就是几千万 然后还有一些呢 基本上就是在最后 说特别鸣谢 这样扫过去 有的时候 你要是在网上看 可能就送了一个鬼 你要想看都谁站出来 还得按那个暂停 这种就会便宜很多 因为网剧嘛 老实讲谁没事 还看那个广告 肯定都跳过去了 对吧 所以整体下来呢 一个这种网络综艺 如果比较红的 比较火的这种 差不多要有 能有十万 差不多能有十亿 这个级别 所以还是挺大 挺大一笔钱 所以你看看 不管是这个电视 赞助电视节目 还是赞助这种网络综艺 那都是 特别特别不小的 一笔钱 对吧 那所以回到刚刚我们说 这个广告 它最主要 最难的第一点 就是它得找到 合适的观众 那就是说 我这广告打出去 得跟这个节目的受众 中间有一个契合 就比如说这种 老少街仪的综艺 就比较适合 那种老少街仪的产品 比如酸奶 对吧 大家谁都能喝 像这种 比如说浪姐 它就打的是 这个半命令化妆品 像那个 现在还有个挺火的 那个就是 这就是街舞 就感觉 这就挺match的 对吧 但是你想啊 如果你把这两个东西 给换过来 比如说乘风风浪姐姐 当然 然后勇者听一下 Super X 就感觉挺奇怪的 啤酒也一样 人家本来在那儿 嘻哈街舞 跳的挺穿 然后说 不去年龄就要赢 像这种比较传统的呢 除了刚才我们说 它这个比较贵 找用户群体 就叫找target 比较难 还有很重要的一个问题 就是它的这个效果 很难去衡量 比如说 我是一个厂家 我赞助了四个综艺 然后第二年 这销量很好 那我其实很难知道 到底是哪个综艺 给我带来了真正的价值 这样我第二年 接着去投它 用专业名字叫track 就是这个效果 很难去track 但它的好处 确实就是因为 它是传统的 它都有这种 要么是国字号 要么是什么电视台 就感觉有一个背书在那儿 就是看的人会比较多 它就是自带流量 那什么地方 最有流量呢 那就不得不说到 这个digital这块了 就是借助着这种网络 借助着社交媒体 聚集了各种各样的流量 对吧 就比如说我们看 全球有十亿的 十亿多的用户 在使用微信 你说哪个节目 能有十亿的收视率 对不对 比如说Facebook现在有 这是我要开始读一下 Facebook现在就有20多亿 全球有20多亿的用户 YouTube将近20亿 然后再下面是这是谁 WhatsApp有将近15亿 哪你说这么大 这整个的流量 是要远远超过 任何一个综艺 或者是这种电视节目的 所以真正和这些媒体 抢生意的 是种互联网公司 比如说在购物车里 放了一双鞋 然后你就没买嘛 然后那双鞋就 就到处都是 你就再也忘不掉那双鞋了 死气败烈就给你勾搭回去 让你下单 所以呢 现在就依靠着这种 靠数据 靠这种社交网络的 这种广告 已经是越来越多 真的是深入到 你这个生活的每一个角落 有很多人就说 Tech公司 这种科技公司 他们最终的模式 就是靠广告 所以他们现在 估值能做得特别特别高 也是因为未来 对预期广告的收益 会特别特别大 所以他们最care的 最在乎的 就是有没有流量 有没有用户 就是他们不是靠 猜想你的用户心理 去判断你需要 一个什么产品 怎么把广告打给你 他们就是看你的行为 通过观察你的行为 然后去把这些数据 都收集下来 举个例子 比如说 Lindy最近想买个口红 那我在这个网上 就搜口红 对吧 这个事不光我自己知道 Google也知道了 因为我搜啊 那之后口红的广告 毫不客气送给Lindy 对吧 一般最上面 你能看见它有 Ads就是广告 你点一下 那商家就已经 开始要出钱了 就比如说 我今天想找一个律师 对吧 我搜律师 就各种广告 就在那竞价了 这时候你一点 大家可以猜一猜 我们互动一下 大家猜一猜 如果一个广告 比如说律师的一个广告 我点一下 这个律师 他要相当于 给Google付多少钱 揭晓答案 就这个关键词 Lawyer这个关键词 点一下就50多道 400人民币吧 你都什么都不用做 你也不用去免费咨询 你也不用怎么着 就点一下 这个律师 就400块钱就没了 所以你听着 是不是还就是挺心疼的 当然这个价格 它也不是说Google 随便就是随便定的 它是在内部 需要一个很复杂的 竞价的机制 所以说这也是一个 供给需求的关系吧 当然也从侧面了 可以说明 这个律师赚的 肯定是很多 要不然他们怎么可能 花那么多钱去Google 让你400块钱点一下 所以如果我们想看一看 哪些行业赚的比较多 我们就可以去看一看 这种关键词 哪些关键词比较贵 我还真是看了一下 这个东西 就排在前几名的 像这个casino 读场 读场很赚钱 都是一些跟这种 商业服务 金融 律师 这种商业性质相关的 如果说之前 我们看那种广告 它拼的可能是 广告词怎么说 怎么去设计 怎么一个创意 这些东西 那在这个新的世界里 拼的就是流量 拼的就是数据 如果一个传统的 这种广告公司里头 一般一个小组 就是有一个创意总监 有一个文案总监 有一个设计总监 一般是这么一个构成 但如果说你看一个 这种digital的 广告公司的组里头 就是一个数据科学家 一个PhD 一个PhD 就完全是两番景象 所以这种digital的Ads 跟刚才我们说 那种传统的广告相比 一方面它可以 更精准地找到这个用户 因为这些数据 它不会造假 就是我做过的事情 就是我的行为 就反映了我的心理 反映我的需求 那像Google Facebook 因为我们平时都用 这些社交的这个平台 比如微信 那他们是拥有 最大最大最大数据的人 所以他们就可以帮助 这些商家 更精准地找到用户 但是像B站就不一样 B站现在主要是靠游戏 但是如果说 你看B站这个趋势 广告未来 应该也是他们 就是很有潜力的 这么一个板块 扯远了 我们说回来 那这种digital的Ads 跟那种传统相比 还有一个很大的优点 就是它是一个 完全可以track的 就它完全按照说 你点了多少次 有多少个人点 来给这个商家 计算整个的这个成本 那现在随着 这个网络平台的发展 就有各种各样的平台 然后上面就有很多 这个个人对吧 就是要么是博主 要么是up主 要么是公众号的 这个公主之类的 那我们顺便来聊一聊 这些up主 到底接广告多少钱 因为说来惭愧 你知道有人 爱找我打广告 因为我是知识类 为数不多的女up主 就比如说 有人找我 让我带英语课的 还有人说 让带化妆品的 我也不知道 他们为什么找我 当然我做这个号 也不是为了接推广 但是呢 机智的我就去了解了一下 这个推广的价格 一般这个up主 差不多就是你的粉丝数量 除以10到除以20 这样一个区间 就是你接一单广告的数量 这个广告费 这是B站 抖音微信 B站都差不太多 就10倍20倍 不一样的 YouTube就不太一样 因为你看B站的视频 这个视频中间是 和视频头是没有广告的 所以这广告呢 唯一能打广告的 就是up主接广告 YouTube就不一样 YouTube是你看视频的时候 视频前面 视频中间 就不停地会给你插 几秒几秒那种广告 所以在YouTube上 如果你的视频 有一个million的view 就100万的观看量 差不多是3000美金 靠YouTube插的那种广告的 广告收入 当然如果你这个里面 还有再接赞助 那你还能可以额外地 还有这个广告的收入 所以整个看下来呢 就从我们刚刚说到 这几个维度啊 比如说它能不能精准地 找到这个用户 然后还有就是 能不能小成本地去做个测试 再就是广告整个效果啊 这几个方面来看 我个人感觉Digital的 就是数字营销这种模式 是基本上是可以 掉打传统模式的 就如果说我们看 整个行业的这个趋势 传统基本上是持平 然后稍微有点下降 但如果我们看 这个数字营销这块 近十年 我们看Google和Facebook 他们的广告收入 就基本上是 跟做着两个小火箭 上去一样的 大家如果想了解 更多跟广告相关 Digital marketing相关 我在下面放了一些 我整理的一些资源吧 大家如果感兴趣 可以去了解一下 千万别忘了 给我点个赞 然后关注我的频道 让我拥有更多的流量吧 那今天先到这里了 拜拜